诶 容姐姐听您的老公说 你无时无刻都要用手机 这有这么好用吗 看她们有吃东西还要打手机 你们知道她们打什么吗 她在打乒乓球 她们在干嘛 你吃东西还要打手机啊 没有啊 没事 我说百容姐 你的眼中除了平板 还有电视剧外 还有什么东西吗 因为她是学电脑资讯的 反正都哭 所以她可以3C这种东西 她非常是 刚刚那画面好令人沮丧 对 对吗 我真的耶 为什么 你真的要哭了吗 我真的要哭了 令人沮丧到哭了 好恐怖哦 你知道 你娶了一个太太 然后她把面包 晒在嘴巴里 然后回去吃 她还一定要喊在面包 她还一定要喊在面包 就不是就婚就这样嘛 这很多人早上如果看报纸 她吃早餐看报纸也是这样 我爸爸以前也是这样 早上她就是一直在看报纸 然后一边这样 可是百容是美女啊 好 对不起 我没跟你进入 你也很哭困 你也让我说得好吗 百容好像被问说在干嘛 所以她有一点警戒心 说哪有啊 没有 因为她大部分时间 都在玩手机嘛 所以我大概一天 大概花上十字以上 我跟她说你在干嘛 你跟妳说话 就要把东西放下来 當然啊 没什么礼貌 而且至少一定要有夫妻 一起看一部电影的时间吧 有啊 我有邀请她一起看 可是她不想看那个韩剧啦 谁要你就老公一起看韩剧啊 尤其老婆迷了韩剧之后 会更可怕 因为她看到继承者里面 那些大帅哥 她回头再看她老公 妳說 怎麼看得下这个 不是... 我讲得像鬼是吧 扣小平安 好不好 還有年工会的这个 要交工会的钱嘛 那你这个是 要不要收好 你还是要随便放的地方 到时候小朋友一看 随便一拿丢垃圾桶 就是麻烦大忙嘛 还有不要过期啊 过期会罚钱啊 其实维持家里的整齐 是大家的责任嘛 不是大家的责任 是... 变成大家好像就在样子屋里面 某一个人一直每天这样擦 就是你啊 对啊 我都觉得累了 你们不累吗 你们听我这样 每天这样念 你们不累吗 你也知道你自己每天都在念喔 刚刚还吃到那个什么 巧克力啊什么都黏在地上 那个真的擦起来不好擦 还有关键 一个不小心 滑一跤跌倒 很危险 请问你讲这件事情 到底有发生过吗 也没有发生过 你自己在那边讲一大堆理由 然后在那边碎念 我说达明兄啊 你少念几句吧 名不凡 观众听的都好像有点烦了呢 他还在念吗 他还在念吗 那这你比较严重啊 好吓人喔 而且他的音调都是一样的耶 不是 而且他有... 他有逻辑耶 他有起承转合耶 对... 他说 他现在发完这一对 然后就是关键呢 就上来一对 然后再来说万一呢 他又来一对 对啊 另外一对 他不停的把他心里想的 就说出来 他也不爆发耶 就是你问他说 你知道睡你有什么用 他也不会立刻去掀桌子 他就睡一下 继续念 对 就是你每天都... 我看这影片 我觉得我大概坐累了啦 坐累的反省动物跟你一样 我一直想说 你的为什么声音这么有自信 原来是因为你长期念懂 长剪的 人家的潘洛的 他每次都说他最爱甘性 然后怪我一大堆坏习惯 你看他现在在干嘛 他居然在我的厨房榴梨台上面 洗鞋子 我说潘老师啊 就算你在什么爱运动 也不要在煮饭的地方洗鞋嘛 你看他旁边 旁边... 旁边有一只脱板 他常常都也在我 洗他洗到一半的时候 直接在榴梨台上面洗脱板 而且还把洗鞋子在砧板上面 潘老师 以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说人家怎么还吃得下饭呢 潘洛的你完蛋了啦 等一下 你这个干净的问题了 而且他做的时候有一种 歇斯底的状态就是 他擦得很干净 他就把那个放在砧板上面 而且他最后他把抹布放回 好像是没有擦过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拿一种 这个家里那种洗碗的 承承的这些事情都是我做 那我呢 基本上我想说 因为那天很赶得要去上课 那个切菜板 后来就是 砧板 太太会拿去切菜的 對 但是我刚才不是 有把它擦一擦吗 你呢 不是 你那个抹布是擦 球结的都不一样 等一下 我是因为那天我很赶得出门 所以我只有在那边 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每次回来想说 反正我会洗那个抹布 你做那动作的精确跟安详的程度 有一种神经病的感觉耶 就是好像杀了人 你在那边弄屍體 還什麼那样 美国杀掉了 小生 因為女兒在旁邊睡覺了 在客廳的地上睡覺 所以我就很小生的弄 那我想說擦一擦我就走了 沒有 你那個熟练度 是看起來是你常常做這件事情 那個也不是什麼嚴重問題 其實在厨房時是有一點Over 而且他會在厨房裡 他洗脱把 重點是你放砧板上 就真的有点... 你說剛剛那個拖地的脱把 也在那裡面 而且有時候 我裡面都還有碗筷 或我洗菜都洗到一半 他就把我菜推到旁邊一點 還在水槽裡喔 然後他就洗脱把 你像妳那個抹布一定是有分嘛 不要說擦 擦擦板... 然後擦碗的跟擦地板 都要分開這樣 我覺得他的腦子 有些地方是斷掉的耶 就是怎麼會那麼愛乾淨的人會... 可是他看不見的細菌 就不算細菌 我每天脫地 所以那個脫把便不是很髒 你每天脫怎麼會很髒 因為脫地脫了 我洗水脫就放回去 你每天從外面回家 然後你腳上的東西 就踩在地板上啊 要換一下 平平底 真的 你為什麼被拆掉還在牆邊 而且旁邊有菜 然後你把抹布這樣 那個菜怎麼吃 因為我的那個洗手台 你為什麼還在牆邊 你為什麼不認錯啊 我錯... 小時候是可以擺動的嘛 我就想要把菜在旁邊 還是會噴到 而且那菜有可能是 要煮給小朋友吃的 對 而且剛剛那個沾板上 然後還有奶嘴跟奶嘴 算了啦 好 我給我做主題 睡覺了啦 不要再跟愛犬 玩狗狗傳奇的遊戲啦 老公在吹啦 他剛剛真的在舔皮血啦 然後你現在又跟他 嘴碰嘴 欸等等 該不會還有跟他們老公 呃餓緊緊吧 啊 這麼玉琳哥 你受得了嗎 好 真的是人狗情味的啊 情味啊 對啊 後面中所拍到 你在講話 他還是跟狗繼續玩這件事情 是常發生的嗎 常發生啊 幾乎每天都上演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是不是因為他一整天 要聽你講太多話了 那就是因為他一直沒懂 他如果懂的話 我就不會想 不是 各位 如果懂的樣子 我會感覺出來 他只要告訴我說 謝謝你喔 你以為是誰啊 我有一次氣到我說 你如果要跟狗這樣子 一直親來親去 那你就不要親我的 結果這句話一說出口 我就倒楣的是我 因為他真的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不親我 後來我發現罵他沒用 我就開始罵狗 他跟狗在那邊親的時候說 不要 不行 不要 不行 狗也不理我 好 先生們很希望太太就說一句 因為有時候我老公在那邊唸 然後我就說好 他就說 妳是在不耐煩嗎 我說沒有啊 我就不是說好了嗎 他說 他說那妳的那態度是這樣 我說不然我要說 你以為妳是犯長嗎 真的 他就說一句 說一句 是 我懂了 I got it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有情緒啊 我們已經把情緒憋住 然後說好 而且我們問妳懂不懂的時候 妳也不會說是 我懂 妳也不會這樣 對 妳應該說 感謝妳 謝謝 我們也沒有合理啊 所以玉琳兄可不可以 以後就接受太太 已經算是憋住情緒 跟妳回答一句說好啦 妳就接受了吧 如果是 那我就認為她懂 她的是 那妳就會覺得說 因為妳很煩的話 妳會覺得她只是口服而心不服 真的 口服也是口服 因為我講的都是攸關 我們在社會上立足 我們生命 我們如果有一個健康的態度 面對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活 所以她一定要...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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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一定懂 可是如果她... 如果用這種太輕服呢 這樣也不行 也不行 好啦... 那我就知道妳是在敷衍我而已 謝謝 謝謝 可以嗎 但我真的認為妳懂 佩甄 妳今天有必須上床的時刻嗎 沒有 但她是... 因為她工作很忙 所以她反正一回來 很快就要睡覺了 對 所以她不會太多的時間 在玩啊什麼的 其實她沒有空 對啊 我自己我也會很配合她 對 如果我還一直睡不著 她說趕快吃藥 對 所以她關燈就代表 你們兩個要同時進門睡 對...我們一定都是 同個時間睡覺的 可以一個人在床上 開著燈看書嗎 不行 對 我們都是同時 可以 開著燈看書 那燈光就會干擾到另外一個 眼罩 因為有的時候我就想要看書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Baby 睡囉 然後我就會到廁所 然後她就會在房門外 然後說Baby 睡囉 在廁所看書 因為我在外面 我怕把燈打開 要臉保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影響到她的睡眠 我就會躲到廁所 然後她就會在外面吼說 Baby 睡囉 就是一定要我跟她 同時進入睡眠 所以她不肯戴眼罩 她不肯戴眼罩 她希望我跟她 同時做任何事情 對 祝華卓先生 妳在幹什麼呢 在抖抖抖 妳被發現了 唉唷 抖…抖 原來她的壞習慣 就是無時無刻 就在抖…抖腳 一直抖嗎 在這樣 一直抖 而且我們有時候可以 變數 或是換腳 變數 她這個抖超猛的 而且跟我公公兩個人抖腳 你知道那個整個菜桌都在站耶 然後我就內心想說 所以如果她們當靈媒的話 覺得很適合那桌子會扶腳 你知道抖到我就覺得說 我都已經想笑場了 因為從一開始生氣到最後 已經覺得我覺得我婆婆 都可以過日子過得那麼好 我為什麼好介意的呢 所以我都要笑出來 所以妳敢跟妳公公說 妳不要抖腳嗎 不敢啊 我公公整個就是很...就是...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 抖腳就是一傳 下次妳跟妳公公跟妳老公一起聊天 現在都三個人在那邊抖了 你知道嗎 你說你有為了抖腳 是凶過妳老婆嗎 我凶她還好啦 我只是跟她講道理 什麼...這有什麼道理 她一樣 腳要怎麼講 什麼道理講 抖腳要道理要怎麼講 講到人家都不會講 對 妳那天滿凶的 她很少這麼大聲 她那天真的啞工了 對 我只是跟她解釋說 我們工作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職場上所有的不舒服 就是靠抖腳來住家 對 但妳在職場上也抖啊 所以就是妳無時無刻都已經在 所以妳就知道 醫生的工作壓力有多大 在那個醫院抖 抖不夠 回家還要再抖一下 而且她那天有多兇 她那天... 因為她很少這麼兇的 妳模仿她... 她真的就是很兇的說 妳為什麼會看我抖腳 妳是... 妳是想抖 然後... 好 讓媽咪換洗鞋喔 大家趕快進來寫功課好不好 我們兩個剛剛睡覺了喔 我們兩個剛剛睡覺了喔 我們兩個剛剛睡覺了 我們兩個剛剛睡覺了 大家還記得她剛剛穿的衣服嗎 沒有在這裡 髒衣服不在洗衣欄裡 會在哪裡呢 這就是我老婆最可怕的一個習慣 在這裡 褲子呢 我們看看褲子在哪裡 果然...我全中 原來佩禎最大的壞習慣 就是把穿過的衣服 原封不動的 再放回野怪裡面 擇了真整齊啊 很好看 很好看 有一次我們去吃完燒烤 然後吃完燒烤之後 她就是盯著我換衣服 然後等我把內衣都放回 原本的抽屜的時候 她就說 妳在幹嘛 然後我就說放回去啊 她說妳剛剛吃燒烤耶 對啊 那個味道 然後我就說 所以咧 我又沒有滴到我的內衣 燒烤味道很重啊 對 燒烤跟麻辣鍋的味道 會滲透到內衣... 那我就拿起來 我就覺得其實也還好啊 所以我就怕... 妳剛剛從燒烤店出來 妳當然察覺不出來那個味道啊 因為那個味道還... 對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太濃的 可是如果燒烤店出來 其實內衣應該先掛在外面 某個架子上吧 對 我就覺得懶得... 我自己聞沒有很濃 我就會把它放回去 但是就像妳講 如果我覺得味道很濃的話 我有熊寶貝會先噴一下 然後再放回去 整個抽屜就是香的 如果妳先生... 我們家都很多熊寶貝了 對 超多 如果先生跟你講了說不要放回去 就應該要聽見啊 因為我就覺得 那是我的貼身衣物啊 我想要怎樣 而且妳放回去的衣櫃 是妳個人的吧 我自己的 又不影響到妳 對 又沒有跟你放在一起 可是先生會覺得妳很噁心啊 他覺得我很奇怪 妳這種就是... 妳這種就是不就是樂視的態度啊 她抖腳她還是可以糾正人家 不洗衣服啊 沒有 她如果塞到她老公 共有的衣櫃的話 可能是有一點不好 可是她個人的衣櫃我覺得... 所以意思就是說太太愛怎麼臭 是妳家自己的事就對了 沒有 前提是說那衣服不臭 她才塞回去 衣服真的不臭 如果衣服滴到了有髒 有那些味道 沾到什麼東西嗎 別人可能是妳不覺得臭啊 別人會聞得到啊 可是也許是妳覺得臭嗎 不是 因為妳... 妳老實講妳覺得臭嗎 我是... 臭 沒有... 妳怎麼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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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力道很多 她差一點說溜水 不是 我要講的是 這個...因為妳流汗 妳流汗OK 汗沒有味道 但是汗還是...它裡面有一些 這樣會濕生一些細菌 她是醫學院的 對 所以妳淺色系的衣服 妳沒有洗 其實它很容易變黃 會變黃 對 那所以妳...妳看起來聞起來不髒 但是妳把范圍 久了 其實這淺色的衣服很快 她就會... 對 那個黃的地方 妳是怕被誰看到嗎 沒有 就... 這個衣服就報銷了 可是妳抖腳 對啊 那妳就沒有就是入社 對不對 不是 我不覺得抖腳的人有四個說話